今天來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開放與獨合費資訊戰略 這一講我必須要先跟大家做個抱歉 因為原來我本來打算把我手上有資料跟大家做一個盤點 但是這幾個月來就是不斷的有東西不斷的增加 所以有一些東西可能並沒有辦法完整的盤點到 那先請大家見面這樣子 我是自由貿易公路者跟公民記者林昌 那之前在市改會呆過 然後不上黨派委員會當過兼任委員 然後也有在唐洪諾的辦公室那邊呆過 那現在在民進黨那邊打工就是做一些一些研究 那希望接下來可以幫台灣多做一點努力這樣子 好 那還是先有一個經驗 因為我看到GC一開始有的經驗 就是請大家不要複製 我這個也加個經驗 就是依據不同政治立場可能會有一些不適的狀況 如果你真的感到不適的話可以先跟大家說抱歉 那首先呢我覺得在講職訓戰之前 我們要先從敵人的狀況開始了解 那這一個共產國家思維邏輯 其實我在一場一個波蘭的劇官 他來台灣演講的時候我聽到的 那我覺得後來跟一些朋友 包含一個來自俄羅斯的朋友確認過 也確實這個邏輯是這樣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把它放進來 那共產國家的思維邏輯其實有些地方是跟我們非常不一樣的 首先呢他們的和平跟我們的和平是不一樣的 我們的和平可能就像是朋友一樣喔 我們大家是和平我們不會打人家去 但對他們來說和平並不代表永遠就不會有戰爭了 和平是戰爭之前的那段準備時間 在這一段準備時間之內呢 我們要盡可能去爭奪我們的話語圈 爭奪我們的場域 去營造未來戰爭有利的一個情勢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呢 各種的衝突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合理的一個狀況 包含資訊的衝突文化的衝突 各式各樣的衝突 這個對他們來說是和平的一環 包含軍機繞台 這都是和平的 再來國家安全 他們的國家安全有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人民的精神安全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的國家安全可能是我們在這個地方 多多批評的過好我們的日子 不會被攻擊 但是他們的國家安全 包含的是大腦裡面的想法不會被污染 你的國家的文化傳統不會因為這樣被改變 對國家的認同不會因此而被侵蝕 對於俄羅斯來說 他們當年的解體 他們認為是受到西方資訊戰的結果 所以接下來 他們要用這些方式來捍衛他們的國家認同 跟他們的主權 所以這個時候各位再回來看中國的防火牆 你就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這其實是中國國家安全的一環 它讓大家的大腦內部 對國家的認同不會因此而受到複識 所以它讓這些只有它允許的訊息 在網路上的傳的狀況下 再加上完全不明白的刪鐵封鎖的這個標準 它會造成一個自我審查的一個狀況 那自我審查其實是它要的一個效果 也就是說你會不斷地去想 國家的線到底在哪裡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它的效果就達到了 那再來呢 偶爾冒出來的少數派 它可以把你打為異類 把你打為精神病患 把你抓去關 它讓這個國家的人民的思考 的想法不會被腐蝕 這是他們的做法 所以呢 他們在天羅地網之下 改變你能夠接觸的訊息 那很多人就會想說 它改變了我所接觸到的訊息 我們不是有思考能力嗎 為什麼我們會受影響 這個地方我就可以來問一下大家一個問題 你覺得近年來台灣的酒債有變多嗎 你覺得有人請舉手 好 非常感謝 我第一次看到現場沒有人舉手 但是我們知道走出這個地方 有非常多的人認為台灣的酒駕是近年中 為什麼會如此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實際的數字 從2011年開始呢 這個刑犯是近年後 其實這個A1加A2類的意思就是說 被酒駕撞到重傷以及死亡的人 你可以看到它是直線下降的 那再來呢 你可以看到酒駕的取締件數呢 事實上我們的酒駕的標準 就是催期的標準是以再下修的 那每次下修其實你會看到這個 取締到的人其實是差不多 這代表其實酒駕是越來越不嚴重 再來呢 我們來看2018年對2017年的道路 交通管理事故造勢原先問 酒駕駛在這個地方 它才5.93% 那各位就會發現它才占5.93% 但大家就覺得很嚴重 為什麼 前面其實HC有聽到 新聞不死但是很喘 因為很多媒體 他們在網路的競爭之下 他們需要流量需要點擊率 所以他們會製作一些會讓你生氣 會引發你想要去轉傳的 的這種新聞 而大家可以想像一個傳統的酒駕新聞 哭泣的家屬 對不對 可憐 然後可憐的孝子 被撞到身體中出了很大的問題 然後呢 或者是甚至死掉 然後喝醉酒的人在旁邊 醉醺醺醺的 看起來這一切就是令人非常的憤怒 那這種新聞呢 他們就會比較喜歡去播 因為它可以增加非常多的點擊率 可以增加他們的收入 然後當一家報的時候 大家都會去看它 所以大家都一起報了 那結果就是 在孤天蓋地之下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資訊的進來 你的大腦會逐漸的把這件事情合理化 當你在思考的時候 你去想 我們過去交通事故最多是什麼 然後好像很容易就會想 是不是有酒駕的 可是事實上 你可以看 位一規定讓車 很多 違反耗制 轉換不當 可是為什麼酒後駕車是故意殺人 但是前面的不是故意殺人 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日子 那 所以呢 當我們想到這一個 我們就會知道 我們的大腦我們的心智其實是很容易受到攻擊的 只要去慢慢去改變你所接觸到的資訊 你可能也會變成不一樣的人 或對事情有不一樣的認知 那這個時候再來看這張圖 大家就可以發現這個中間 這張圖 極端的這個數值 這個很明顯 就可能是哪個地方出了一些問題 那他想達到的效果 會不會就是不斷的鋪成一些新的資訊 這個是在去年選舉的時候 等待一段時間的電視車輪的結果 那NCC統計跟研究出來 看到的一個結果 那大家可以發現呢 在那個時候 其實韓國瑜是一個默默無名的人 他突然冒出來了 他跑去 他從北農下來 然後去參選國民黨的主席啊 然後接下來去高雄市參選 他之前 曾經有一段時間在政壇上的經歷 已經從人們的心中被割除掉 他是一個全新的可以操作的一個形象型的人物 那在這麼大規模的這個資訊投放下 會不會有非常多人的想法 對他的印象反而是被改變的 那這個是各自動畫技巧分析天 這個非常推薦大家去看Netflix的這個影片 他沒有提到非常多他們是怎麼樣 在打這個資訊單位的過程 像是經過這個Facebook上面的一些數據的分析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知道 你平常出貨的地方可能會在哪裡 你在什麼地方出現 你可能是什麼地方的選民 他就可以把裡面的人都分析出來 那他特別瞄準的 不是那一種已經有定件的人 他不是那個 比如說在台灣 他可能不是一個一定支持民進黨 一定支持國民黨 他可能是一個 找一個覺得藍綠一樣爛的人 然後對他去投遞一些訊息 接下來呢 他會把這些人的資訊分析以後 找出哪一些人是可以被改變的標的 那在美國的Case裡面呢 他們特別去找到有很多的所謂的搖擺州 搖擺州就是 共和黨跟民主黨支持者的人數是比較視聚立體的地方 這樣你只要改變少少的一些人 你就可以改變這一週的選舉結果 那你就可以改變這一週的選舉人 他要投票給哪一個總統候選人 所以呢 他透過這個方式呢 他們在推出一個品牌 叫Defeat Crockett Hillary 那他們有特別提到呢 他把中間的兩個O弄得像手銬一樣 它是一個暗示的作用 暗示說這個人 Crockett這個字其實是不老實的意思 暗示的是這個人不老實常說法 他應該要去坐牢 那這個做法為什麼有效 我們可以回來看其他領域的說法 社會學裡面會說 福馬是一個文化建構的過程 各位可以想想看 舉個例子 我現在說我昨天有去看電影 各位你心中所冒出來的那個電影的形象是什麼 你可能會想到的是Marvel的英雄電影 西方的好萊塢的電影 你會想到龍翔電影嗎 不會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一次一次的過程中 他會開始改變 欸 那個也是電影啊 可是為什麼我們想到的電影 不會是那一個電影 而是這一個電影 因為他會慢慢的建構你 對這個詞彙的認知跟了解 去改變他的想法跟定義 那舉例來說 這個是之前 基祝今天才曾發的一篇文章 他有特別提到 北京在用很多詞彙的時候 他是非常精確的 像這個 他提的不是六四天安門事件 他提的是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 他特別提到這個 天安門事件 主詞是上面的學生 事件是血腥清場 但是北京政治風波 主詞是中南海的政治人物們 不是沒有解放軍 沒有人們的抗議 這一切都雲淡風輕 他透過這個方式呢 慢慢的去改變人對這件事情的想法 去把後面的東西裹消 那這個時候各位再回來想 所謂的一直不斷的轉傳 兩岸一加七 為什麼他用的是一加七 為什麼他用的是兩岸 他為什麼不是說兩國 他為什麼不是當好朋友 他為什麼是一加七 他背後隱藏著一個血脈相連的概念 他可以透過這個符號在傳送的過程中 慢慢的去改變 去暗示人這個背後的概念 那以期呢 我們其實現在也開始有非常多的一些 像心理學裡面有提到 人在空白的狀況下 很多時候你收到第一個印象 他其實會作為 判斷接下訊息的一些基準 他們有局限例子 比如說你看到 如果你今天打電話 他們有做一個實驗 就是同一個女孩子 跟另外一個不同的人講電話 但是他們面前所放的照片 女孩子的照片是不一樣的 如果放的是漂亮女孩的照片 他們就會覺得 對方的那個女孩子應該是個漂亮的人 那各位可以想想看 假設我們是在一個空白的狀況下 針對這些沒有什麼接觸過政治的人 去投放一個韓國語 是一個正面的一個形象的一個東西 進去的時候 然後我們會怎麼樣 我們是不是就可能會影響到 他的判斷跟做法 那這個地方有一個活動 是也是在這個 建築會系的這個電影裡面提到的 這個活動叫Dusok 那這一個活動呢 是他們接受千里達的一個委託 千里達是在中南美洲的一個島國 那那個地方其實有兩大政黨 一個政黨是印度人的政黨 一個政黨是非洲人的政黨 他們與印度人的這個政黨合作 他們推出了這個Dusok的活動 這個Dusok活動包裝成非政治小清新啊 然後就是年輕人啊 然後用各種武道的方式來表現 那他的背後的含義呢 有點像是藍綠一樣爛 就是政策很骯髒 我們不會去投票 跟我一起做這個動作 都守我們不去投票 那他很快就引發一股蜂巢 就是很多年輕人啊 手頭組啊都做這件事情 但是他們知道 他們知道 印度人他們的家庭非常的緊密 所以就算小孩支持堵守這個活動 他一樣被他爸媽領去投票 可是黑人的小孩不一樣 黑人的小孩他們很自由 他們就不會去投票了 結果印度人這個政黨他們就大勝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 他針對一個對政治空白的人 去投放一些訊息 去影響他們的認知 盡量改變他們的行為 那另外有一種 這個是行為經濟學提到的損失業務 就是有時候你擁有的快樂 其實遠小於你在失去的痛苦 就好像你買了一支 比如說像我買這個SpaLight的 這個很貴 然後如果我今天拿到了 我今天用得很好心 但是如果有一天我把它弄丟了 我的痛苦其實是更大的 那 這個東西呢 就被拿來放在英國的頭頂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他們的口號裡面 Let's take back control 的這個back 為什麼他放了這個back 他其實背後的意思是 我們英國曾經是一個 由大英帝國榮耀的一個國家 可是我們加入歐盟以後 我們的錢 我們的經濟 我們的邊境 我們的安全 我們的稅 都被歐盟奪走了 這個國家不再是屬於我們了 他在鼓勵你去召喚回那個 對過往英國榮耀的這個記憶跟回憶 接下來告訴你 你失去了很痛苦 沒關係 我們把控制權拿回來 各位可以想想看 我們台灣是不是有很多人 他們還沉浸在過往中華民國的榮耀當中 這個就是他們在召喚的東西 那我們曾經以為網路的自由其實是可以承載理系的討論 我們大家可以在這個地方有自由的討論 自由的思辨 我們覺得鄉民都來了 我們有無組織的組織力量 我們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可是呢 我們卻忘記了網路上其實有很多的事情 第一個我們有了網路 我們可以開始收集到正式的資料 舉例來說像線上的學習平台 他可以記錄到非常多你的學習的狀況 比如說你在這個章節停了多久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你這個地方是不是有問題 過往我們對成績的衡量可能只有分數 現在我們知道你在這一題上停了很久 那你在這一題的認知學習上可能是有問題的 所以通過這個方式我們可以找到更細的東西 我們有了大數據 我們有了資料 而基於我們的資料甚至比我們自己還要有價值 因為我們自己會說謊 但是我們的資料不會 那我們也知道呢 看太多跟自己意見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人會不高興 所以接下來呢 Facebook就開始很貼心 他們推出了點傳法和溫程 讓大家曾經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你就不會接觸到那麼多東西 你就會喜歡使用臉書 你不會喜歡使用Twitter或是使用Fullout 因為你在上面會看到上眼睛的東西 對啊 不就是這樣嗎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對吧 但是我們沒有發現的是 系統的瓶頸出現 系統瓶頸其實是我們大腦的瓶寬 我們每天的時間是有限的 我們大腦處理速度是有限的 我們的人我們的技術進化了這麼久 但是我們的人跟十八世紀的人 十六世紀的人其實沒有什麼兩樣 我們的思考速度 我們接受資訊的能力 可能也沒有差多少 所以呢你的助力集中在什麼地方 那就是會變成你的認知會認知到什麼 你的思考會到什麼 那透過媒體透過這些資訊聚焦 他們透過Facebook上面投放的廣告 透過你看到的電視 透過你的Line去做你的資訊 他想辦法讓你看到 他希望你看到的世界 然後你的行為就會就此改變 成為他們要的單手 所以呢在建謠分析裡面 他就寫了一個就是 你把資料寄出去你在網路上留言 你的資料被送上雲端被分析 然後就好像定位訊息一樣 被他們設計的訊息就像定位訊息一樣 送回到你這裡 改變你的認知 改變你的行為 那這個其實就是這些事情的分析 結果呢 他就可以做到改變你的行為 你可能會自己選擇去跟中國統一 不戰而去認知病就會這樣做到 因為這件事情 畢竟他所花的成本 比起那些仰槍大炮 還要來的敵非常的多 而且還不傷人命 那網路的匿名 進一步呢 民主國家有些很多的特色 像是網路的匿名 新聞的自由 這些東西都讓其他國家 國家權力有一些介入的空間 他們透過這個網路的匿名呢 比如說像這個 是之前在 Polian Policy 外交政策的這個雜誌上面 所提到的 就是說來自中國呢 在多家外企做過公關的這些 人口帳目 成立了一個支持韓國語的粉絲團 然後讓非常多人去支持韓國語 那如果這件事情沒有被挖出來 可能我們也很難知道 是不是真的這件事 再來像這個歡想PO新聞呢 大家可以看到喔 他之前叫歡想PO新聞 後來改名叫華人聊天嘛 然後韓國語網軍會員會 韓國語總統網軍會員會 韓國語市長網軍會員會 就改成郭台銘記得選總統網軍會員會 那我們 他這個其實是一個內容農場叫歡想網 那找他的網址找到 在2017年是他們成立的時候 他其實是一個來自中國秦皇島 河北省秦皇島的一個 秦皇島式的一個內容農場的網站 叫做無謂科技 那這是他們經營的動機 那再來呢 像是這個 就是剛才HC提到的許多內容農場 那透過故意識查詢 或者是他們也確認 這個是指傳來的社長劉勝軍 他自己參加了海峽兩萬新媒體的發展研討會 然後也說了喔 這個是從中國歷史看出端倪 和久必分分久必合 善意的消流 否則有損血脈相連的人民情感 有沒有 血脈相連再次的出現 他在暗示你中國跟台灣是血脈相連的 所以 那判這個過程可以善盡社會政 乖乖乖這樣子 以及呢 這個我們都知道了 這個中英國的金融時報說的 有望中新聞被控制的這件事情 中國國臺灣今天打電話 因為他們下的主意 而這個地方其實也很聰明 為什麼他是用打電話 他為什麼不是用機器的 因為打電話比較難追查嘛 機器人很好追 都會當PM的人應該都知道 有些話你要打電話講 好些事情你要用email 所以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會發現其實他背後有一個東西叫做異佛系 大家可以去查這兩英文之後 就好像是政治上的可以被否定的意思 這兩字英文其實我覺得聽起來蠻威的 簡單來說 就是他會用各種方式來包裝來混淆 讓你看不到政府的手在背後 但是你要透過非常多的千絲萬縷的方式去找阿基劉 去找他的人 去找各種關係 你才有辦法稍微牽少一點點 所以這會讓他的證明變得非常的難 非常多 那我們目前台灣面臨怎樣的狀況呢 這個地方我們會分享的是 沈國良他整理的三種資訊站的模式 那首先呢我們要先了解的是台灣民眾投票的因素 通常在中共的選舉裡面 其實大家看的是統獨的因素會比較多 台灣跟其他國家最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旁邊有一個中國 而中國一直視台灣為叛亂的一種 希望把台灣收回去 所以對台灣人而言 是不是會與中國一戰 就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要素 所以在中共選舉的時候 統獨常常是一個非常重要討論的要素 可是在地方選舉投票的時候 各位可以回去問你的爸爸媽媽 他們投票的時候很多時候 其實是看在地的 他跟誰交好誰交他投什麼 他可能會比較會投什麼 對他們來說 講那麼多道理 還不如好好地握個手 真誠地看著你的眼睛 跟你說謝謝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到現在還要跑紅白鐵的原因 這就是為什麼 那所以呢中國怎麼做呢 統獨的部分呢 他就透過中國 大家還記得中國有防火牆 他在裡面其實 他們不斷地灌輸他們的國民 一些法媒的一些想法跟概念 他們把這些想法反過來輸出到台灣 另外呢 就是透過便宜的旅遊和台灣的作為 在在地勢力 慢慢地去讓大家接觸到他們 那有人打去說呢 如果你今天拍中國的別報片 你可能看到的 不是那麼做精簡的畫面 而是一直不能吃飯吃飯吃飯 還有旅遊旅遊旅遊 因為他的本質其實是跟你交朋友 那你交了朋友以後 他下次做壞事 你可能就會少說幾句 這個就是他要的效果 所以呢他有幾個模式 第一個模式是關係機場事件 那這一個呢其實是當時候關係機場 最常出現的文章之一 他是從微博上面出現 然後轉到報觀察者這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 算是中國一個很大出口的一個內容文章 那這個這件事情其實是很久以前 就中國就一直不斷在做 為什麼 因為中國的外交部其實在以前 在他們的人民的心中 其實是沒有那麼樣的有效率 沒有那麼樣的服務的那麼好 所以他們就開始透過一些資訊的操作 開始讓大家 他現在有沒有聽過一段話 就是說 台灣人在國外遇到問題的時候 會比較想要去找中國的外交部 而不是找台灣的外交部 有聽過嗎 很多人都聽過對不對 他們就是透過這個方式 一次又一次的告訴大家 其實中國的外交部是很OK的 那這一次呢 他們除了告訴你說 我們中國的理事館很棒以外 他還多加了一句 台灣同胞上車以後 被問說我可以上車嗎 如果你認為你是中國人就可以上車 接下來呢 蘋果專載 PTT專載 然後名嘴跟上 國民黨令委開記者會 後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那這種事情呢 方式有一個非常大的好處 就是說 事情很大 所以大家都在關注 他不用從頭開始 來經營這個輿論 那另外一種模式呢 就是在地裡的賣放假消息 那這個就是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慢慢的慢慢的一次一次的放一次一次的放 當你大腦多次接收到類似的訊息的時候 你的認知或你的想法就可能改變了 你可能會開始認為 藍綠是一樣爛的 民進黨比國民黨還要貪腐等等的這種想法 像是這種 你開始在地板上 像這個已經被證實是假消息了 才到海底四小時 就送了15億等等 那另外一種 特別的叫宗教信仰的模式 我不知道各位這邊有沒有人聽過媚洲媽祖的 有聽過嗎 有一些人都聽過 媚洲媽祖其實是他們1989年 才在媚洲重建的一個媽祖廟 那他們聲稱呢 媽祖是從那個地方發源的 所以呢 你如果去辦媚洲的媽祖是比較理念的 接下來他們就規劃了非常多的便宜的旅行館 然後讓很多人去那邊禁箱 然後順便去玩家吃 那接下來呢 他們做什麼事情 接下來 當他們培養出了一堆信眾以後 接下來 媚洲媽祖就來台灣遶境了 好 他遶境的時候他要提哪個廟 他提哪個廟 那個廟的信討就發了 因為很多人都會湧進來 但那個廟就會多了很多信討 那這個時候他會要你用什麼東西來做交法 就可能是支持哪個候選人 那所以統戰一個是媽祖 宗教商一個是媽祖 另外一個叫做關口 都還記得嗎 郭展明 你看 媽祖叫他出來選完 還去問關口可不可以 所以我們綜合整理一下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證通 大概經過幾個地方 社團 包含教會的一些交流公廟 各種社團 出黨 村里長 最近有一個村里長的政黨成立了 學校校際交流研究合作 財團遊說跟政治現金 另外還有一個他會特別去竊取台灣的一些商業機密 尤其是在中心晶片的事情發生之後 他們其實發現他們的半導體的產業是不行的 所以他們會想盡辦法去竊取相關的東西 以及媒體的部分 包含媒體跟社群網站 所以大概可以整理成像這個樣子 透過虛擬的空間 透過媒體跟網路 然後實體的空間是便宜的旅遊 和利益訴訟跟中共的一些代理人 來慢慢的去影響台灣社會的一個氛圍 但是台灣社會確實也有容易被影響的地方 這個是在2014年6月到11月做的一個 亞洲民主風態調整第四波調查 這個問題是 你覺得民主是什麼東西 大家會發現 只有在比較年輕人的地方 才比較認為是程序的正義 接下來比較老一點的人 很多人都認為是減少皮膚差距 或者是提供十一等基本需求不貪腐 所以這個代表的是我們台灣 其實從專制獨裁的社會 剛出來才20年 非常多人受到的是專制獨裁 那個年代的教育 而那個時候告訴大家的民主是什麼 很可能其實跟我們的認知 或年輕人在民主社會裡面所受到認知 是很不一樣的 那這些人其實就是一個很容易被他們操作的溫床 因為他們的對民主認知很可能是比較偏獨裁的那些認知 就告訴你你要投票都已經是民主啦 所以中國有投票嘛 中國也是民主 香港可以投票香港也是民主 對不對 他們就是這樣講 好 那我們能怎麼應對呢 第一個如果我們相信開放控民的楊娟 為了她戰勝黑暗 或者楊孝謙說的話 他是很久以前的GDP的元老吉的參與者 那所以我們有一些外國人代言的相關法 應該下了會期有可能的機會可以討論到 包含這個是激進黨提的 境外的政府政黨附水組織等 一旦被替代理人就要來登記的申告 傳播媒體要表明 傳播者與製作來源 舉辦活動揭露收集中官的活動資訊 這一個在澳洲被證明是有用的 澳洲經過了登記以後 非常多的潛高官 本來替中國政府做遊說的 就不敢去繼續遊說 因為他覺得他被登記為替中國的公司遊說 是一件羞恥的事情 那反過來說呢 美國的疫態戰略中期 他們就有乖乖去登記 希望他們就是要宣傳美國的疫態戰略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民主國家會視為正常 但是中國就會很害怕 所以這可能是一個方式 另外當然在除了開放透明外 有些東西也是禁止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目前應該還在修改 不過不知道接下來會怎麼樣 那再來在謠言的相關法律外面 上面呢我們的法制作業已經在盡可能的完善 如果明知道是假的 你還懷著惡意來散播它 以及你造成社會大眾的傷害 你才會受罰 把這個要件明確下來 才會避免這個不明確的定義傷害到更多人 那以及呢我會鼓勵大家有機會的話呢 可以使用cofax 可以下面看電視的專案 下面看電視的專案 還有cofax的專案都很不錯 因為他們可以幫助大家 一方面各位幫忙回報訊息的時候 具有更多人可以從後台看到 最近到底有哪些訊息跑出來了 那另外呢有很多人可以用到 那下面看電視呢 則是讓大家有機會可以知道韓國瑜的新聞到底多不多 你可以自己來試試看 不知道真的很多 那還有家庭診療室 你今天關心長輩嗎 這個是如果你想要跟家裡對話的話 可以進來這個地方尋求一些法處 那家庭診療室是一個涉法 我來推薦大家 如果你跟家裡的長輩對話是很困難 可以一起來加入 那如果呢你不知道家裡的賴群組 不知道丟什麼突變進去的時候 加入這個你今天關心長輩了嗎 還會告訴你有哪些是可以丟的嗎 那再來呢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發現其實民粹的溫床 它有一件事情是 大家對相關的知識其實很多時候是不一定非常了解的 那所以呢 像是香港的事情 新疆的事情 大家其實有機會可以跟家裡的人多說 因為根據清兵台這個地方的調查 其實台灣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並不知道中國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他們的資訊可能是來自於在地的媒體 或者是來自於電視 當他們對一件事情還沒有印象或呈現的時候 就收到那邊的資訊 當然他們的想法就很容易受到改變 所以盡可能的多幫他們補充資訊 可以是一個方式 那再來呢還有一個是 很多時候我們對政治失望以後 很多人會反而去造神 期待有個救世主可以輕鬆的幫大家改變 另外一種就是鍵盤的評論 可是對真實的生態會了解 或只是用自己的想像方式在做 這個是要努力去避免的 舉例來說前一陣子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過這一個 為什麼走私變成三地動波 我這看起來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輕鬆讓人憤怒 對不對 一定會生氣 但是呢事實上他背後是有一個行政法跟刑罰這些生活東西在 如果你不太確定這些知識的時候 當然看到那個就很容易馬上就覺得很生氣 所以很多時候其實 這其實就是我們在公民社會 我們在民主的國家裡面 我們每個人如果有空的話 我們要盡一份力量之前的自己 要補充一些相關的一些資訊 然後才能避免自己在 這個資訊普通的過程中 自己反而受到的影響 所以這種資訊的收集 或者是相關的學習 可能都還是要繼續持續的進行 所以整理一下面對資訊上 我們自己能做什麼 第一個了解我們自己的極限在哪裡 了解人的極限在哪裡 然後了解政府與政治的運作 了解國際縣市的運作 接下來我們才有能力 在混亂的資訊中撞回自己的照顧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吳昌 然後又到了大風雀 所以下一場應該是4號 所以大家沒有機會